对于银行业者 就要善用这个被灵魂开放的金融工具 这都是我们结合我们所有集团的优势 帮助客户去做出它客制化的投资组合 从这边可以显现出客户对我们的信心跟信任度 后疫情时代来了 全球通膨的警报响起 2021年下半年开始 美国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持续上升 它一度来到了1.7%的年度高点 全球有38家主要央行当中 已经有13家已升息至少一次 资金流动的速度加快 金融市场波动更甚以往 同时全球掀起反避税浪潮 OECD预计在2023年 实施全球反税机侵蚀规定 台湾政府实施境外资金汇回专法的两年期间 海外资金也大举汇回到台湾 再加上台湾的CFC也即将上路 在种种法规变革底下 对这一群高端客户而言 资产的配置 退休的安排 事业的交棒 以及有形无形资产的传承 都必须做更通盘规划 尽管会顺应大事所需 2020年公布新财管方案 俗称财管2.0 开放金融业者提供具有一亿元以上财力 而且满足相关法定条件的高资产客户 能有更多商品选项 对于台湾的政府与金融业者来说 这是难得的机会 但也充满变数 在这里就邀请到国泰市华私人银行执行长 傅博生Robert 来分享他专业的观点 Robert 首先我要请教的是高端高资产的客户 在选择金融伙伴的时候 该注意哪些事情 我想高资产客户 普遍他们的这种金融投资的需求 也都比较复杂 在选择这个金融机构的时候 首先他必须要去衡量 这个金融机构是不是有足够多元化的工具 可以满足他比较复杂的这个投资需求 第二个 他本的从业人员 是不是有足够的这种专家团队来服务他 善用这些金融工具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 放映到全球的投资环境 依旧是轨迫多变的 站在银行的立场 财管2.0服务 可以提供客户什么样更多的保障呢 金管会开始推动了这个财管2.0 适度的开始针对一些法庭上的放宽 对于银行业者 就要善用这个被零活开放的金融工具 帮助客户去做出他客制化的投资复合 更重要的概念就是 借由这个财管2.0的这个法案的放宽 去摆脱他过去以产品销售为导向的这个通路上角色 而变成是以投资组合为本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触发 我想这个可能会是在财管2.0这个时代 不论是从金管会的角度 或者从高资产客户的需求上面来讲 我们金融机构应该要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使命 财管2.0服务除了给客户做更多选择之外 对金融业者来说 它也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跟风险呢 新的这个财管2.0里面 它适度的去松绑了这些限制 很多人都会问说 这个松绑的限制是不是某种角度 在鼓励客户去承担更多的风险 那事实上一个成熟的这种金融机构 尤其像私人银行这样的一个业务形态 它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以运用的工具变多 我们反而可以在这个情况下 做比较灵活的投资组合的操作 市场如果出现波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只有一项做多的商品 那这个对客户这种比较复杂性的 相关的投资组合来讲 就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资产呢 帮助客户找到对的进场时间点 或者是找到一些具有相对应的价值 甚至我们可以运用这些 比较复杂性的金融的商品呢 能够帮助客户在波动度大的时候 产生一些避险的一些做法 Robert 国泰市华私人银行 在财管2.0这个服务上 具备了哪些优势 我想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 在这个所谓投资组合维本 以及专家团队服务的这个模式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泰市华私人银行的 长期的营养模式 所以也在过去的8年里面 EVM的部分我们都是双位数的成长 尤其是在2021年这个疫情 非常严重时代 我们仍然维持着将近25%的这个增长 从此必须可以显现出 客户对我们的信心跟信任度 那第二个就是 同时我们去贯穿了我们集团的 所有的重大资源 包含安排客户的这个财务传承 相关的投资信托的产品 还有包含这个传承所需要的 相关的一些工具 这都是我们结合我们所有集团的优势 可以提供给客户的一个 One Stop Shopping Total Solution的一个服务 在2019年2020年 陆续获得了国际知名的私人银行 杂志媒体的认可 让我们荣获这个台湾地区 最佳私人银行的奖项 这某种角度也代表了 这种国际型的媒体呢 认可我们的国泰市华私人银行 开始有媲美 境外私人银行服务的能力 推动采管2.0的时候 是其中的一个诅咒 它某种角度也是希望慢慢的 让台湾的这个金融机构 能开始有跟境外一样 提供一个完整私人银行的服务 来自国际的肯定 肯定是个优质的团队 再次感谢Robert 在这么短的时间 提供提纲窃领精辟的意见 非常感谢Robert 谢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